上午的最新讯息 新北市卫生局抽验了市售卖场及超市的 这个蔬菜农药残留量 结果发现22件当中有三件农药残留是超标的 其中永和区的松青超市 台湾豌豆验出了农药赛面宁是超标 另外还有这个加勒芙的 其他的这个牛番茄也验出被超标了 检验不合格的蔬菜 分别是淡水加勒芙的牛番茄 吐成一瓶牛排的小黄瓜 还有永和松青超市的台湾豌豆 其中一瓶牛排的情节较为重大 直接开发三万 淡水区加勒芙的淡新分公司 所供应的牛番茄 剪出农药残留分浦满0.03ppm 吐一瓶牛排的供应商 他因为无法提供他的上游 因此我们是直接先开发三万 松青的台湾豌豆被剪出 含有农药赛面宁0.07ppm 高于0.05的ppm的标准 加勒芙牛番茄含农药分浦满 0.03ppm超过0.01ppm的标准 必须限期改善 业者表示7月18号含农药的 香菲产品就已经下架 没有再贩售了 另外腌渍食品62件当中 有六件不合格 新北市政府也一并的抽查 不合格率不到一成 卫生局希望业者 能够主动的改善 以开出劝导单 但并不开罚 记者郑立黎称世恋新北市报道